面對著中國的張季柯 以張季柯來講 在中國選手裡面 是比較屬於穩定的選手 等於他的技術比較前面 所以他也是 奧運會的冠軍的 這個選手 所以以張季柯來講你要突破他的話 勢必呢 可能在擊球上要 盡量一兩板決定 勝負 事實上前面技術好的選手呢 你來回越多的話他的變化就越多了 所以希望中華隊的陳建安呢 還是要有一個心態 該拼的球 不要猶豫 直接的就是全力的發力 來做一個拿分 不過其實要提到的是陳建安 這一次來到場上是帶傷應戰 有點腰傷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這場比賽 尤其又是面對張季柯 會讓陳建安打起來更辛苦 那也還是期盼他可以在場上打出 跟在上一屆一樣 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的表現 這一次的比賽是在杜拜來舉行 場邊也是有不少的一些球迷朋友啊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加比賽 來觀看比賽啊 期盼有一天是可以來參加比賽 陳建安率先來發球 其實相信對於張季柯來說 這場比賽應該是還蠻想抱一箭吃醜的喔 對 以張季柯的個性來說 對 中國選手來講 尤其總教練劉國良還在作證喔 他應該是有做一些觀察啦 說你這場球賽 張季柯你要怎麼打陳建安 比賽正式開始 這個可以看出一開始的第一分呢 張季柯的處理喔 台內的擰球呢 打得蠻順的喔 這也是在中國的這種乒乓球喔 因為比賽的開始呢 基本上是短球開始的喔 這個突然擊場球 那台內的變化性呢 目前來講是中國的選手 確實是技巧上是比較好 那不過就張季柯這位選手而言喔 其實他在場上的狀況 往往有時候會有比較大起大落的一個局面喔 那尤其他在奧運結束之後 其實拿下了奧運的一個冠軍 中間有一段低潮 其實包括了就是外戰也是擊敗 而被陳建安擊敗那個狀況 但是其實張季柯現在慢慢又找回了過往的水準 那其實這位選手也算是在近年來 還蠻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中國選手 哇 這個出手太快了 哇 這個球 確實是一個大角度已經帶開張季柯喔 你可以從比賽過程裡看出中國選手 步伐的這個移動喔迅速 所以你步伐到位 你才能夠做一些反攻啦 好球 對 發球的旋轉呢 也是陳建安的一個拿手的一個接招 陳建安在第一局2比4 暫時2分的落後 輪迴到張季柯來發球 對 揭發球齁 你如果送過去的球呢 就是安全的話呢 對張季柯 基本上齁 他進攻哪個位置呢 就會很順手 所以送過去 你可能覺得安全 但其實也不安全 對 應該要拼球 好 中眼台對啦 哇 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齁 陳建安呢 他一直想要做一個正手拉球 那張季柯我就是打你的反手位 那以陳建安講 反手位當然要從眼台反拉的難度就提高了 而且其實剛剛有提到的是 陳建安有點腰傷的狀況喔 所以其實球這樣拉起來 對他來說也是可能會有一點不舒服的一個負荷 確實 確實 尤其你退台之後呢 你的發力呢 是在你腰部的旋轉 這個 所以你要如何的 讓你的身體保持穩定齁 這就是你步伐一定要到位 那你太勉強發力的話呢 本身又有腰傷齁 事實上是 也是蠻危險的 所以桌球的選手呢 基本上齁 這個腰部的受傷的肌力也蠻多的 好像這個就是完全是 要側開之後的身體的動作 我將自己可以在這邊耗爭一下 再回一板 角度有怎麼掉開來 目前的比數8比3 對 揭發球還是出現 天高 這個時候也可以看陳建安 看看他的球拍 是不是 不順啦 感覺上這個球接的不是很好 相信他自己也知道 在揭發球這一段 就不可以回得太保守 好 一根 不防 沒有跟上 就這個球打的是稍微比較離譜一點 張濟科10比3 出現了7個局末點 好球 對啦 偏高的球 直接 假動作之後 往直線 打開了 張濟科的正手位 有注意到這一球 喔 這個球你可以看 張濟科已經躲在反 反手位等著球 打得很精彩啊 陳建安 不可惜這一板也是回擊掛網 那在第一局 11比4是由張濟科這邊掀持得點 休息一下再回到轉播的現場 不出 陳建安和張濟科在第一局的整體戰況上來說 還是整個節奏是被張濟科比較帶著走一點 那另外就是陳建安在這個揭發球這一端 可能會第二局可以做一點調整 會打得更好 應該來講陳建安齁 在處理揭發球這個短球的動作齁 事實上呢 不需要做白的動作 應該要有擰球加上呢 敢打的這個批場齁 這樣來打亂張濟科 因為你跟中國選手在台內 台內上作為對抗齁 是沒有得到好處啦 像這個沒有得到好處啦 你要打最後你可以看出 張濟科在主動進攻的 所以在場上呢 選手應該了解 他的對手呢 可能是哪邊我才能夠抗衡的 當然長球對長球 大家來拚實力 所以我想陳建安也應該要思考一下 又是白短 這時候呢還是沒有效果 好 這是長球的對抗 當然進入到長球對抗 基本上張濟科這邊 可能也還是 算佔有上風的一個局面啦 事實上就是說 快速長球對抗 就是打實力啦 就是基本上誰能發力 誰能夠佔一些好處 那以陳建安事實上 左右的進攻的速度也是滿快的 1 2 對 這個稍微長一點的球呢 可以看出中華隊的陳建安的 這種拉球的這個爆發力 追成了2比2的平手 對 擰開 開始對抗 這個球的戰術呢 應該是在陳建安來講 是一個好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想白短呢 偶爾可以做一個 應該是做一些長短的變化 第二個接發球 還是要擺短還是要擺短喔 所以你要擺的 擺的偏長 稍微出台 張濟科一定攻擊 那你擺的很短 張濟科跟你回擺 或者其他的技巧 這是中國選手的拿手的武器 也是他們的優勢 對對對 那其實剛剛陳建安回擺的 這一球讓張濟科沒有太多的一個 步伐上的移動 可以直接做進攻 好球 開始的發球拿分 4比3 陳建安再度要回這一局的領先 算是還不錯的一個開局 對 長球對抗 哇 被他擠到 被擠 還是真的有不舒服的地方 動作做不出來 當你拉完球跑位又要回來 其實完全在身體上出現了一些不舒服的話 事實上很難 對 好啊 這個球雖然是陳建安 接發球出界喔 但是這一球就影響 可以看出喔 這個張濟科已經在橫移過來喔 這樣還有機會拿分呢 代表其實陳建安也有意識到這一點喔 做出了一個改變 好 擰開 好 所以其實中工在一個比較正人台 很想拉球的過程當中 好像給到了陳建安的反手位 他都沒有辦法特效的發力 沒有好的位置空間做一個反拉 所以陳建安的反手位呢 都是以輕輕的回擊 哇 這個就是插網出去喔 那也是幸運的一分喔 張濟科這邊 又有點拉開比數了 現在 雙方三分差7比4 喔喔喔喔喔喔 想要再爬一顆 還是要一樣的角度喔 好球 中球反手的一個反拉喔 是帶有一些喔 比較重感的擊球的質量 陳建安又追趕上來囉 6比7 雙方一分差距 頂開 對啦 哇 要注意反手 注意反手 反手今天的一個反拉 真的是比較艱難一點 也是 以陳建安目前來講喔 他的 拿手的正手呢 事實上 哇 這個太難了 已經擠到身體了 哇 這是鋪法喔 感覺上喔 這個應該是移動有一點 傷勢的感覺 嗯 受到了一點影響 有點慢 還是要堅持下去 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球 哇沒有拿下來 有點可惜啊 這給有點飄高了 啊 最後是彈到網袋上之後 打出解 所以比數 10比6 張濟科 四個局末點 又是連串的砲轟 那讓陳建安 再度喔 是沒有辦法回好的情況之下 比數是11比6 張濟科 現在連拿兩局 陳建安碰上了張濟科 那第一局是拿到4分 第二局進步拿到6分 所以期待在第三局的比賽喔 陳建安可以再繼續再接再厲 儘管今天身體有點不舒服的情況之下 但是打張濟科其實 感覺出來陳建安也是一位 用頭腦打球的球員喔 對啦 當然還是要注意的就是說 陳建安在處理這種 短球上 不要太多的所謂回短 要打的話呢 可能以長球來對抗 所以其實陳建安打 張濟科在心情上 應該可以稍微更有自信一點 畢竟 雙方的交手記錄是一人各贏一場 對 這個是極長球 這個對張濟科來講呢 就沒有那麼順手了 現在考驗的陳建安 處理短球呢 是不是帶給攻勢啊 領球對對抗 好球拿下了3分 所以中華隊的陳建安 還是有一定的實力跟經驗 開局拉出了一波3比0啊 馬上又給張濟科壓力 哇 漂亮 一個正手的前衝式的拉球 就是要這種敢打的一個架式 會逼著這個張濟科呢 處理上呢 就會產生有一定的壓力的 哇 太長了太長了 雖然發球想要做一些變化 但是你直接跳出台呢 對方一定是先進攻 沒有關係喔 穩定再來發一顆 現在陳建安還是領先啊 哇 太長了 對 張濟科領過來的球 好像有點彈 速度變慢喔 所以影響到了陳建安回球的 那個時間點的判斷 比數4比2 陳建安還有2分的領先 哇 出力短球 結果打到應該是接近 握把 拍柄喔 應該來講 看起來又要擺短喔 事實上陳建安 他在台內的整個進攻 對 整個進攻還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好球 再次拿分喔 比賽的戰術呢 事實上用對的話呢 就有佔一些上風 所以一個運動員 再來因為教練員 其他的都不能有其他的動作喔 所以你要很冷靜 戰術一定要明確 再次的拉球喔 正手的 兩板的 拉球拿分 其實在這一局的比賽裡頭 可以看到陳建安比較大膽去挑戰張濟科 其實都能夠有效的收到分數 對對對 可以說是 可以 我盡量少做一個短球 對 前衝 哇 這個位置 也是 沒有好好的往前衝出去 好 那考驗陳建安的揭發球 我想台內的短球呢 要如何的做一些有效的進攻 不要太多擺短 還是回到 對 要進攻 喔 被張濟科抓到了 在反守衛 直接在葡萄斜線 對 是沒話講的齁 這個是對方防得太刁鑽了 好球 非常的要冷靜齁 當你判斷呢 稍微一點點出台 這是陳建安的機會 那7比5的領先 當然對中華隊的陳建安 要利用好的發球 再做一些進攻 這一局相當的有機會 對 陳建安 對 以陳建安來講 他應該要好好的 對 長球對抗 好球 所謂的加壓式的 對角線的防守 中華隊的陳建安 打出了他的水準 而且基本上陳建安 也不是很輕易的就往後再退喔 所以其實還是有稍微看住喔 8比5 喔喔喔喔喔 直接進 沒辦法 應該在進攻的第二板齁 可能可以思考一下齁 要打向中路 或者是他 張濟科的正守衛 以張濟科來講 你會發現他現在一直注意他反手的防守能力 而且甚至側開來做一個反拉 好球 對 台內的領球 也能夠製造張濟科的壓力 哇 陳建安9比6 在2分就有機會收下一局喔 哇 太多擺短了 可以看出齁 雖然陳建安擺的位置也不錯齁 應該是 短球對抗呢 就是 張濟科稍微有力 那等於你白短讓張濟科有很多思考的空間 可以去布置接下來的一個戰術 對 這個球 還是 沒有注意齁 攻球的路線齁 應該要有一個直線球啦 你可以看出張濟科側開了 他基本上已經 這一局裡面呢 都是等在你的 所謂的反守衛的動作齁 所以教練照暫停試用他的用力齁 那你整個第三局的作戰當中呢 陳建安是佔一點點優勢 因為陳建安都在進攻 但是球的進攻角度齁 還是要改變齁 尤其呢還是要提醒齁 因為張濟科的注意力完全在他反守衛 你注意看喔 已經測開了 那你如果拉一個直線的話呢 基本上就影響張濟科的側身之外 他會顧勵很多 就會說影響他的手又反守的一種能力 所以這個選手一定要清取 對 其實相對來說 這個暫停喊出來 對於陳建安來說 稍待會再回到場上的時候 尤其是在進入進攻模式的情況之下 這個路線上可能會是他要有所改變的地方 對 應該是 能不能贏這一局的關鍵 當然要透過教練員 有沒有正確的觀察 還有選手本身場上 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哇 先被掉開了 先被掉開了 這時候還是中國的這種戰術的配合 確實很理想 因為這個球很少看到 張濟科直接就打向 陳建安的一個偏右的正手位 所以關鍵的這個球賽 基本上教練員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的比數回到了9比9的平手 民修 哇 側開了 這個球還是沒有注意 因為以狀況來講呢 張濟科側身的這個動作 應該是太平反了 所以你一定要牽制他 就要大膽的調動 先調動他 他會影響張濟科的運動 讓他不要這麼大膽來做側身 好像在練球 你就打我反手 當然要側開進攻 第二個揭發球 不過現在也是張濟科 這場比賽的賽末點 哇 這時候已經被逮到 這一板攻的胸喔 那當然對於陳建安來說 這場比賽還蠻可惜的喔 那第三局是讓張濟科 在6比9落後的情況之下 連拿了5分 所以這一點的比賽 最後中國的張濟科也是 直落三局擊敗了陳建安 打完了前兩點頭號總指的中國 現在是取得了2比0的領先優勢